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之后,查尔斯三世继承国王,貌似英王室一家人变得更团结。 安妮公主、爱德华王子兢兢业业工作,扶持哥哥,携手度过这段不稳定时期。 大家好,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,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,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 我们接着往下看,对于英国来讲,也就掀开了一篇新的篇章,新的纪元已经开始。 英镑换上查尔斯头像,继承女王庞大王室财产,还有王室责任。 2023年,王室成员一如既往兢兢业业的工作,这种敬业态度值得肯定,就是为了捍卫英国王室的尊严。 虽然也有个别不成器的,但是大体上来讲还是不错。 现在,来看王室走的那些人,不见得是一件坏事,要不然还会继续祸害王室。 这段时间每个人都有自己事情要忙,查尔斯忙着访问,安妮公主一如既往认真工作。 当然,他们还有一个工作要做,就是种树,是为了缅怀女王。 当然对于一些闹腾人,女王生前也留下后手,就是安妮。 这个大佬足以震慑其他人,特别是卡米拉,足以保证王室稳定。 现在英国王室成员虽少,但是留下来都是有用的,反而更有一种活力。 真是应了那句话,家和万事兴。 如果说英国王室中最忙碌一个人,小编直言就是安妮公主。 不愧是查尔斯亲爱的妹妹,关键时刻就是她给力,连续两天出席三次工作。 作为英国王室目前的长公主,安妮公主可以说是承担起这个责任,薪水绝对值得这个价。 3月28日,安妮公主为联合应急服务中心接牌,这个地方位于萨福克郡。 是当地最大联合应急服务中心,建设成功也是造福当地百姓。 看一下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,有警察,有消防员,还会有医生。 好像英国王室一直是负责的这份工作,就是当地重大机构开业,都是他们来负责接幕。 当天她还到访海岸观测站,作为国家海岸观察机构的皇家赞助人,安妮公主参观了NCA费利克斯托站。 英国本身是一个岛国,对于海边安全肯定很关心,作为长公主肯定十分在意。 别忘了当年,马岛对英国很重要,安妮公主还专门去过那里。 一天忙着两个活动,公主也真够不容易,感觉她负责都是一些政府公务活动。 至于凯特给人印象,则是教育方面活动,两者分工有很大不同。 事实上在前一天,她还以作为英国救助儿童会的赞助人,参加了在伦敦格罗夫那酒店举行的IFR国际融资评审奖,说白了就是慈善宴会。 活动当天,安妮罕见打扮十分惊艳,穿着一件闪闪发光的绿色短袖晚礼服。 这种打扮让安妮公主增加一种惊艳感,突然增加女人味。 这件裙子大面积用绿色元素,上面还有一些星光元素修饰,增加意义生辉。 戴着黑色长手套,增减一种优雅气息。 说真心话,印象当中,她都是穿正装很少穿裙子,这样穿效果真的很不错呀。 作为英国王室重要成员,安妮公主给人印象,就是勤勉,自律。 都已经72岁,依然是兢兢业业工作,往后夏洛特一定要跟着姑婆好好学习。 事实上英国王室有一个传统,就是种树,这项活动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薄金喜绿色树冠计划的一部分,得到了王室成员以及英国民众响应。 3月20日,爱德华王子到访萨里郡的法纳姆,在一条大道边种植了第70棵树。 这条大道有着特殊意义,是为纪念女王的薄金喜年而建造的,自然旁边树木是为了纪念女王。 现在,女王已经去世,估计这项活动也会停止,将会是最后一次。 至于威廉王储和查尔斯三世,则在桑德林汉姆庄园里种了一棵枫树,这是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名义种下。 就是代表了女王,还在这里看着你们,这一刻也是最后一刻。 不知道是否是巧合,3月23日,安妮公主到访苏格兰罗克斯堡卡报庄园,参加活动,也是种下了一棵安树。 3月是万物生机之时,好多人都会种树,种花。 至于英国王室兄弟姊妹都选择种树,大家更多感觉,则是一种缅怀。 虽然这些人关系肯定,不像现在这种看上去那么和睦, 但是一旦牵扯到母亲,大家都是十分团结。 女王葬礼上也是他们难得和睦,更展现出一种团结。 有时候感觉还是老一辈责任会更强,相对于哈里来讲,不知道要好多少倍。 查尔斯加免典礼5月份将要举行,关于这段时间闹出来风波,已经有不少。 听说卡米拉想要给自己孩子,还有前夫求取爵位,遭到威廉王子坚决反对,要是同意了,是不是他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。 一直有传言,卡米拉家里有爵位,他家好像是男爵,而且也不能传递。 突然就明白,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要求,就是为子孙后代求。 在英国上流社会打拼,光有钱只是一方面,还要有爵位。 就像小辈,虽然现在功成名就,身价3.5个亿,还是欠缺了爵位。 有人担心,过去有女王,卡米拉就算有野心也能消停一些,现在没有了女王,查尔斯性格恐怕不一定能详持住卡米拉。 现在来看的话,王室当中唯一能够详住她的人,可能就是安妮公主。 女王很早的时候,就对女儿有特殊的安排,见了卡米拉不用行李,就算将来她当上王后也不用。 某种程度上,在英国王室当中,卡米拉的地位和安妮的地位不能说谁高谁低。 你是英国皇后,我是英国长公主,想要让我完全服气也不大可能。 关键一点就是安妮公主,在英国王室当中威信颇高,民意受欢迎程度非常强。 人家还不一定能够服她,如果有看不顺的地方敢对她,也是情理之中。 其实,女王去世时也是早有准备,这个时候威廉早就能够独挡一面,凯特在王室当中的地位也非常高。 关键是还有安妮公主,还有爱德华王子夫妇,某种程度上查尔斯三世还需要倚仗这些人。 虽然女王生前的时候按照规矩是没有办法提前退位,但是对于子孙后代以及英国未来的发展,也是提前安排好。 安妮公主这个小姑子,应该是对付卡米拉最好的人选,有点像唐朝的维侯和太平公主的关系,算是女王最大后招。 查尔斯现在已经当了国王一段时间了,并且做国王做的也像模像样,至于安妮公主,无论是女王生前还是哥哥当家的时候,都是一个好帮手,也希望她能够在王室当中起到很好的制衡作用。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,根据上太阳报报道,哈里和梅根将推出自己的角色扮演类游戏,游戏玩家可以选择扮演哈里或他的妻子逃离白金汉宫,乘坐劳斯莱斯,私人飞机,甚至摩托艇环游世界,试图到达加利福尼亚。 这种王室逃亡型的游戏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噱头,游戏尚未发布就已经获得了很高的评分。 这款名为哈里和梅根,妒忌的呼唤的游戏计划于5月初在PS5和Xbox上发布,从公布的一些游戏画面来看,有点类似于《侠盗飞车》,这种角色扮演类游戏。 在游戏中阻碍他们逃离王室的有其他王室成员以及媒体等对手,不得不说这种嘲讽拉满的游戏设定,对英国王室方面来说真的很难平常心去面对。 哈里和游戏公司方面选择在查尔斯加冕仪式前一周发布这款游戏,很明显是打算蹭一波查尔斯的流量,然而这种疯狂试探的做法也让很多公关人士表示担忧,一旦游戏如期发布,那么哈里夫妇大概率就不会去参加, 查尔斯的加冕典礼了,否则的话等待他们的可真就没什么好果子了。 因为游戏里隐藏了不少彩蛋,都是关于其他王室成员的,这种犯众怒的技术活,也就哈里两口子赶完。 换个角度来说,哈里夫妇跟王室的矛队已经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调和得了的,与其第三下四回去参加典礼当配角,还不如自己捞点真金白银来的实在,不过能够如此放飞自我,真不愧是你啊。 哈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,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,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